晚上拍的風景又完全不一樣 然後這邊晚上,下午五點半就不收門票了 很多人就會離開這個地方,就是去加薪了 住在這邊的成本會比較高 晚上這邊的那個紅燈籠電燈都會亮 很漂亮 特別小心,拍拍拍就突然掉下來,就丟 金航大運航的水